李小龙促然离世背后的巨大秘密 1973年7月20日 功夫巨星李小龙促然离世 年仅32岁 李小龙的死因古怪 成了一个谜 议论纷纷 有人说李小龙促死情人床上 是被谋杀 也有人说李小龙服用止疼 药物过敏而引起脑部水肿 然后导致逝世 还有人则干脆说 李小龙死于脑肿瘤Hellip Hellip李小龙究竟是怎么死的 他的猝死背面 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秘吗 还人当时的情景 李小龙等正在拍片 三人就剧本谈了两个多钟头 晚上七点 他们决议到凯越酒店楼下的日本酒家用餐时 李小龙恶然说 我不舒畅 头疼起来了 丁沛当即给李小龙服用了一片 阿斯匹林 并让李小龙去他卧房歇息 到八时左右 邹文怀由于要去接南影星佐治拉辛比 所以先单独离去 晚上九十四十五分 邹文怀来到丁沛家 见李小龙还未醒 就试着叫醒李小龙 但李小龙没反响 邹文怀就去推他 还怪他的脸 可竟然无法弄醒李小龙 丁沛只好打电话找来一个叫朱博怀的私家医生 晚上十十左右 朱医生抵达后对李小龙进行了查看 其实李现已昏倒 并且现已没有了心跳 脉吸和呼吸 瀕临世事 7月28日 官方宣告了李小龙的世事原因 服用止疼药物过敏 而引起脑部水肿 然后导致世事 这一说法 让医学界的专家疑问不解 至今中指 世界上还没有服用阿斯匹林过敏致死的先例 李小龙为什么会偶然死去 一时之间社会各界议论纷纷 美国医学院的霍克教授以为李小龙为了寻求力气和速度的极限 每日练习强度过大 急于求成而练坏了身体 加上他练法不得当 导致血脉失调 并在屡次格斗比赛中 脑部受创而形成疾患 这全部都是形成他猝死的原因 美国文宁医生克奈特李小龙在美国的斯嘉医生的报告 一起证明了霍克教授的推论 李小龙长时间超负荷作业 李小龙的斯嘉助理哈森 也对Udeco脑肿流说Udeco 持怀疑态度 他说拍完猛龙国江后 李小龙的确是去了一趟美国洛杉矶医院做了身体查看 但他并没有做脑部查看 为猛龙国江进行国语配音的某一天 天气炎热 但作业人员未避免露入杂音把冷风机关了 所以屋子里更炽热难耐了 李小龙感觉很不舒畅 离开了录音室 并且好久不见回来 后来发现他昏倒在歇息室里 大家把他送进医院 发现他仅仅疲劳过度 哈森说克奈克医生所说的李小龙患上脑肿瘤完全是谎话 为了查明本相 哈森研聘美国人体学家切力博士 对李小龙的死因做了研讨偷袭 但奇怪的是切力博士为期三个月的研讨报告并未发布 于是全部作业记载和材料还 悉数被毁掉 切力博士也恶然离开了美国 下落不明 哈森从切力博士家的女佣口中得知 切力博士的研讨进行到两个多月时 曾有几个日本人登门拜访 随后博士终止了研讨作业 整天精神恍惚的坐在写字台前发愣 莫非肌肉震动机类产品与李小龙奥秘之死有关 如果真是有关 那么这是产品试端 仍是精心策划的谋杀呢 当哈森宣布质疑时 日本这家公司回应说 该类产品会让运用者肌肉速成 仅仅对人体有细微的副作用 所以制止出产出售 但其危害程度 肯定不会形成运用者逝世 依据李小龙的美国弟子汤姆回想 他也购买了日本这家公司的肌肉震动机 并一向坚持运用 但没有呈现所说的副作用 可是有一次他在李小龙的练工房 运用了李小龙专用的机器后 就觉得头部隐隐痛苦 随后呈现恶心 无力 头晕等症状 不久之后 哈森研聘的私家侦探 查询出出产这台肌肉震动机的日本公司 帝老板竟然是日本黑社会安排山口组的成员 行着这一重要头绪持续深人查询 哈森得到了更多可贵的材料 他逐渐觉得笼罩在本项上的迷雾开端 在他眼前散开 当李小龙在好莱坞成为功夫巨星后 屡次在荧幕上打败日本武士 这引起了日本功夫界的强烈不满 为了拯救面子 日本的空手道冠军和柔道冠军 向李小龙宣布应战邀请韩日 本方以为李小龙底子不敢去日本应战 日本的媒体也做好全部预备 就等李小龙做出推托后大家烘托 哈森研聘的私家侦探以为 就是这场比赛的取胜 使日本山口组因经济利益上的巨大丢失 而萌生了杀戮李小龙的想法 但李小龙其实现已是世界巨星 身边警卫很多 防备严密 针刀针枪的谋杀底子无从下手 所以他们产生了另辟蹊径的想法 李小龙在唐山大兄中的表演大获全胜后 导演期望他的肌肉线条更好些 这样将会有更好的画面作用 李小龙便尽力练习 加强负荷 力求在肌肉上有所突破 并一向寻觅能够有用协助肌肉练习的健身器材 后来在助理法特的引荐下 李小龙开端是用这款肌肉振动机 在这位私家侦探的猜测中 这全部就是山口组的轨迹 他们重金收买了法特 在适用期间 机器的振动频率在正常规模 等李小龙决议运用该机器后 法特便将另一台特制的机器与制作了调换 随后 李小龙的肌肉在短时间内变得十分健壮 但身体内部特别是脑部的损害 也逐渐在不知不觉中加剧 为一年后的猝死埋下了伏笔 就在这一说法被专家们以为缺少依据而被否定后 一位美国记者宣称在日本东京遇见过 曾经是李小龙助理的法特 穿着豪华的法特见到熟人后 神态异常严重 匆忙离去 而证明李小龙患有脑 肿瘤的克奈特医生 在两个月后 死于一场交通wood code e wired code